本港第五波疫情轉趨緩和 市民生活有望回復正軌 不過過去幾個月因應疫情發展 而不停改變的防疫措施 對於環境變化極為敏感 不容易轉變固定生活規律的自閉症患者來說 影響十分明顯 正號正正是其中一個 在2月初疫情爆發初期 正號曾經在短短一個月中 經歷過8次強制檢測 最初做深厚退役時 都很憎慮 擔心和很害怕 因為最害怕的結果不是陰性的 最擔心的是這件事 又冷又下雨 氣氛好像很冷清 很淒涼 一顧氣都不太想看 而當疫情越趨嚴峻 正號的情緒就更加焦慮 亦都開始怕搭港鐵上班 誰知最後正號仍然是不幸確診 令他們兩母子有如晴天霹靂 第一一下那一刻 當然是 哇 馬上的腦會 其實真的有點亂亂的 是真的有的 然後就要立即很快去 叫自己要平靜 要冷靜 因為我也要知道自己有沒有事 沒有事 真是一個照顧者 一個有事 一個沒有事 那我又要立即想想 應該怎樣 日常生活是真的一起住的 當然不想兒子去隔離 那怎麼辦呢 那唯有冷靜一點去想 應該怎樣 日常生活上的各樣細節 原來都要想清楚怎樣做 第一頓飯吃的時候 兒子真的不開心 他真的紅了 想哭 然後就這樣 大家都看著 會覺得明明是一起吃飯 為何要這樣分開 但是唯武則強 正號媽媽消沉了一陣 很快就重新鎮作 而衛免正號因為疫情 不能上班 在家無所事事 更加鼓勵她繼續做麵包 又做什麼呀 師父仔 甘筍萬口 哦 這樣 就要每一個多重 哦 這些就這樣 在這裡 50克 50克 好吧 等你的作品 新生精神康復會 浪程軒社工梁彥先生也指出 疫情底下的確觀察到 不少患有自閉症的患者 在社交上遇到困難 因為他們在社交上 是很被動的 也不是很主動 因為他們的能力都比較弱 溝通各方面 譬如他們都不懂得主動開話題 開了話題之後 又不懂得繼續談話題 談久一點 不懂得維持對話 變成他們會很害怕跟別人聊天 就會很被動 在疫情底下更加是 因為他們平時很被動的時候 現在很多時候都很靠WhatsApp 靠電子通訊 他們更加是很困難 每年的4月2日 是聯合國的世界提高自閉症意識日 希望可以提高社會民眾 對於自閉症的認識 事實上 自閉症是一種腦神經發展障礙 並不是精神或心理的疾病 而據統計 每一萬名香港的兒童中 就有5.49名確診患有自閉症 情況不容忽視